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神 神等级的 我请问各位 这一波台北股市最低的低点8000多点 你记得到当时国安基金出一张嘴 说要进来互盘 就从此台北股市一路上去 结果在前天的时候 真的竹童很多网友在笑说 竹童这么厉害 之前说要互盘就往上喷 然后说开放平盘之下 不管3.5%不管跌10% 都能放空的夜水禁令之后 反而看到台北股市大跌 那基本上我还是老话一句 我们今天真的不要去找理由 真的不要找借口 我记得礼拜二我跟千涵连线的时候 我们还是跟大家预告 主力心态是一个标标的很多 这一波从5月29号到礼拜二到礼拜三 我都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人家主力做手在做多 可是比较怪的地方就来自于昨天 昨天我跟非凡的夜水盘中连线 那时候台北股市跌163点 可是说小时跌163了 你讲空会怪怪的 没有啦主力他做多 我就告诉你多 主力他放空我就告诉你空 那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老师应该有的责任 我不太会跟你如果来 如果去在那里不排除什么蟑螂又蚂蚁 那么昨天我跟非凡联系的时候 我们斩钉集里跟大家预告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空 就是因为主力心态空 我们先把逻辑搞清楚 主力心态空导致于美国股市暴跌 导致于备半指数一口气跌了6%多 所以说我再请问大家 台湾是不是个标标准准的领先指标 那你说面对台北股市今天的一条长下引线 到底要怎么看 来我们首先看一下 今天早上在8点48分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我说主力心态他是由空转多 我们看到主力心态空 你再怎么做多 结果PM盘收在相对的夜随低点 当心态再一次由空转为夜随多 这是为什么台北股市往下急杀之后 又往上急拉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可是主力的夜随心态 他比较适合在短线 就像我请问各位 我礼拜一会跟千元在一起吗 不会啊 礼拜我们才会在一起 那这样礼拜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话 那所有的价位 麻烦大家抄起来 因为废半指数 他昨天跌破多方法价 所以说相信我 今天你下午所看到的夜随数字 外资真的会大卖 可是外资他不是神 就像五月份的 你知道五月份的夜随外资 是输到脱库子 每一个高点都是外资买出来的 每一个黑K帮的低点 都是外资的停损 那我的看法很简单 废半指数 如果说我们单纯就缺口的夜随理论 他在上个礼拜是有一个往上的缺口 然后在昨天出现一个往下缺口 以缺口的角度 那是个标标准准的导状反转 千涵你知道吗 只要出现导状反转就是崩盘 崩盘崩盘 导状反转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两个洞 两个洞 然后这样一个导 然后叫导状反转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导状反转不崩盘呢 那就很有趣了 那就很有趣了 所以说好 我给空头一个所谓报告 那你们自己要去做 你们自己要去做 目前多方帽架落在1843 那如果我是空头 我是空头 我是空军总实验的话 我会想尽办法 让明天早上起床 废半指数收盘收小于1843 如果小于1843 多头真的会很麻烦 会非常非常的一随麻烦 那反之空方帽架落在1919 我个人认为啦 今天晚上废半指数会碰到 可是他不可能收上199 不可能不可能 他可能这边又开始做 一个所谓相形的来回的 一个所谓震荡 那同样的 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很具有跟大家报告 我说昨天的主力心太空 可是今天的主力心太多 代表今天外资卖内资 乃至于八大关股 他全力采取一个所谓的互盘 可是问题这个互盘的 一个所谓有效性 很抱歉啦 八大关股我在上千寒的节目 我们还是要把所有东西 很清楚跟大家做报告 听看清楚哦 空帽架落在11493 我举个例子好了 假设礼拜六早上起床 或礼拜一早上 你看到美国期货大涨 除非台湾开盘直接跳过11493 否则11493 已经变成空方的夜水防守价 这是我们收视率很高的原因 因为我都讲得非常 讲得非常非常的夜水明白 那通常防守价落在11176 这个价位最好不要跌破 那么你说老师 难道我们不用看月线 不用看季线吗 我还是老话一句 你们看线会害死大家 你自己看看现在离季线多远 离季线多远 季线在10300 难道你要等到10300吗 所以说那老师那我来放空 放空下面又有月线支撑 那等它跌破月线的时候 你想说等反弹到月线再空 就又跌到季线 所以说我 这是为什么 你再跟我强调 我说主力做什么操作 还是价格在价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关键价 包括所谓的AC 包括所谓的主力心态 继续讲下去哦 那你说上跪指数也是一模一样 上跪指数它目前留下一条非常长的 夜水下影线 可是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目前不管包括加全的夜水空方价 11493 上跪指数的153.1 已经变成空方很大的 夜水压力区 所以说基本上 你最好最近采取 夜水短线上面的操作 短线上面操作 不要追高哦 就像昨天有很多人 跑去追3189的景硕 今天马上出现往下跳水 不要追高 那么我们都知道 昨天美国股市的夜水大跌 那是因为疫情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 对我认为疫情 才是最大的一个所谓因素 那么美国的一个政要 鲍尔也讲得很清楚 他说不会再封城了 他们就是要经济 他们不要封城 那我给大家一个所谓良心建议 基本上恒大 它是这波疫情最大的夜水指标 如果说它多方毛价 能收破169的话 那当然就多头的角度 因为它只要破多方毛价 代表它转弱 转弱的话代表疫情 就得到有效的控制 同样的台积电更复杂 你看上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知道外资 有一个外资建商 去调降台积电的平等 可是我说我看台积电 是看中立 我不会调名 我认为中立 因为已经涨多了 那目前台积电的夜水空号价 落在323块 你也一并参考 因为只要来到323块钱 那叫做箱形的夜水顶部 所以基本上 现在股票上面的操作 你最好采取一个水短线 不是说你做多 你做多它就会每天噴出去 不可能 你看到礼拜一有多少投股老师 还被我们亏了 所以跑去追中美金 从利多变成的夜水利空 那同样的中美金跟环球金 它的空方号价 都在394还有93.4 那问题为什么 我要告诉你们空方号价 因为我很怕你们 礼拜一假设 因为今天大盘主力心太多 礼拜一再往上冲高 然后你看到中美金环球金又来了 跑去追 你们很容易买在一个所谓天花板 因为它只是告诉你 它是走一个所谓箱形的夜水区间 至于多方法下 麻烦大家自己懂得如何去做夜水计算 所以基本上今天外资卖 可是我个人认为 行情还没有想象中这么样悲观 毕竟我们今天看到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准多 除非礼拜一出现往下跳水 主力心态又有多转控 那就很麻烦了 那么细节的部分 麻烦参考我们Telecon会有答案 是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销 喜欢加入老师Lite跟Telecon 财经解释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